大家现在是过年时间 就是要想想花 可以感受到这个过年的气息 是 没错 那么好像菊花 银柳 水仙 都是每逢农历新年国人喜爱的年花 是 但是雍容华贵的大栗花 据说也非常地受到欢迎 那么今年滨海湾花园就再度举办了 大栗花之梦花卉展 带大家去看一看 真的是充满春天的气息 那么今天彭也请来了两位护花使者 给我们带来更多有关大栗花的知识 马上来有请 滨海湾花园植物冷室助理处长蔡李生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另外我们也请来了 滨海湾花园的园艺管理员 陈立凤小姐 你好 欢迎 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想要问李生 为什么连续三年采用大栗花 作为这个花展的主题呢 因为我们前两届的那个 大栗花之梦深受欢迎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决定 把大栗花带给公众欣赏 因为大栗花本身集合了 菊花跟牡丹花的特色 所以它本身雍容华贵 色泽 艳丽 以及福利大方 所以我们认为它的颜色 这些佩搭新年是非常适合的 除此之外 因为大栗花 它的名称又大又美丽 所以它的谐音跟我们的新年 大吉大栗 对 都有很好的省脸 就是喜气洋洋的感觉 对 只是我们在西南部 好像一般上对大栗花的接触 是比较少的 对 其实大栗花跟我们华人 跟农历心没有什么关联的 但是这个象征的意义就是很好 对 那么这一次整个展览 都是以大栗花为主题的话 是不是表示它有非常多不同的种类 对 因为大栗花本身 在世界各地都超过三万个品种 那我们在这次的展示中 就种植了三千颗大栗花 然后品种超过二三十种 除此之外 我们自己本身种植了 大概五百多颗的大栗花 对 今天带来现场的这些都是大栗花吗 我的同事立芬会为大家介绍 一些大栗花的几个品种 对 所以在我身旁的大栗花有三种 然后这个橙色的是球类型 因为它的样子像一颗球 然后黄色的是植物类型 因为它的花 仙人类型 因为它的花多又细又长 像仙人类型 然后其他都归类于 这个深桶色的装饰型 这个就纯粹就是赏花用途 对 赏花用途 对 装饰型的 对 那么花展有这么多盆大栗花 你们怎么做一个区分呢 其实它的归类已经是很明显地分出来了 所以我们特地引进了不同的种类 给公众欣赏 所以大栗花是来自于哪里的花卉 它本身原产自墨西哥 可是它原产地的 它也是墨西哥的那个国花 所以来到新加坡这些是特别引进的 还是现在本地在培植的 我们是从澳大利亚 新西兰 跟欧洲引进来的 也有在本地培植吗 对不对 因为我之前 你知道 是 之前我就和黎生一起去到这个植物冷室 了解大栗花的培植过程 原来这个幼苗到开花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马上来去看看 在位于亚里山大陆上的园艺园林 有两间植物冷室 一面种着五百多棵大栗花 为了迎接在滨海湾花园举办的 大栗花之梦花会展 早在去年九月 原艺师就开始在这里栽种 二十多个不同品种的大栗花 在我手上的就是大栗花的鼠 听说它是原艺师特地从外国采购回来的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番薯 但是虽然它的外表不太起眼 听说几个月后长出来的花朵会让你惊艳 马上带你去看看这个培植的过程 李生 你好 你好 我是庆凯 听说我手上的鼠是特地从外国带回来的 对 这些都是从新西兰 荷兰 还有澳大利亚引进来的 那从外国特地采购回来之后 我们要怎么进行培植呢 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那个花盆填满七分的泥土 泥土的成分我们通常都掺杂了砂石 木屑 还有一点肥料 之后我们就把那个大栗花树放在那个中央 然后把它压下去 然后就把泥土再填满 对 我发现这个袋子上面有洞 对 这些洞其实是排水功能的作用 因为它的水太多 它的那个树会容易腐烂 所以现在我们差不多是种植好这个树了吗 我们接着要怎么做 可以把它拿进冷室里面了 为什么这些都要放在冷室里面呢 因为大栗花的属性是比较适合种植在温带气候的地方 在15到25摄氏度 新的波是属于热带 所以我们的气温不适合 好像这里第一排我们看得到那个大栗花成长的不同阶段 成长过程大概是需要三个月 从发芽到开花 要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发芽呢 大概这个是一个月之后了 可能两个月之后就开始飙高 然后不同品种的高度不一样 这边看到的是花苞是不是 对 这里看得到很多花苞 在开花之前 其实我们要很小心翼翼地把它分支 因为你分支得越多 它的花开得越多 那么我那边看到一棵非常大棵的花 怎么可能可以长得这么大棵 我们英文是俗称Dinner Blade Dalia 所以Dinner Blade Dalia可以体积到一尺这样大 因为它的花也是很重 所以通常要很小心地处理它们 真的很大棵 而且比我的脸还大 这个没有人比花椒 这个花比人椒 我被比下去了 要种植出这些鲜艳夺木 生机勃勃的大棵花 园艺师们可是费尽了心力 除了湿肥 浇水 还要定期修剪 才能让花朵绽放得更繁茂 更灿烂 那要怎么照顾才可以 把它们照顾得这么美 像这样大的大棵花 其实它主要的东西是水分跟营养 我们定期每天都有园艺师进来浇水 这是每天都需要做的 然后就像我们人都需要营养 大棵花也是需要养分 所以它会每个星期就放一点有机的肥料 确保它的花会开得更平凡 所以这样子美丽的花大概可以多久 它大概能够持续两个星期 过后它开始凋谢 我们就把它修掉 确保更多花苞会生长 那我们怎么知道就是那个花朵 其实是接近枯萎的 好像这两朵一朵是比较鲜艳的 一朵已经开始到花瓣已经开始干枯了 那么您说的就是一般的花朵 可以持续两个星期 但是我知道你们的展览持续一个月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在这里种植了这大批的大梨花 是为了每个星期会运一批去接踢 大梨花其实本身很脆弱 它的树枝里面都是空心的 所以很容易折断 所以你看我们在运树之前 就已经做好的准备工夫 把这些树枝把它的支撑起 对 支撑起了 然后不能绑好 那这个真的非常考功夫 大梨花品种繁多 全世界就有好几万种 是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 而高雅 绚丽多姿的大梨花 也象征着大方 富贵 大吉大利 观众朋友不妨在过年期间 去赏大梨花 讨个记忆吧 是 所以花比仁娇就是你这次的心得吗 真的 我在现场看到 真的觉得太漂亮了 真的厉害 那么令峰 因为我知道 这个花展肯定会来很多人 那你怎么去让这些花 保持最佳的状态呢 首先 浇水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而且可以花上一整个早上的时间 因为花展也展示着不同的花朵 然后他们对水的需求量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得拿捏一定的水量 对 然后 整体照顾来讲 除了大梨花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不同品种的花朵 也都会在现场看得到 对 然后在花展内主要的花朵 是我们在现场的秋海棠 然后在秋海棠中 是我们花了两年精心栽培出来的 对 其余的是机罐和菊花 因为机罐的花朵像公鸡的铜罐一样 所以非常适合用来纪念的花展 对 因为今年是第一年 对 但听起来很多的这些花灰在家里头 我们应该很难自己种得了 因为很想种 太美了 很多熟的这些花灰都需要冷气 所以 准备有开冷气照顾它 对 我们这次大梨花展跟往年不一样 这一次我们采用了 以中国花园庭院式的概念 来展示给公众看 那一进入花囚 公众就可以看到三道拱门 一道那个花圃 它就可以看得到那个三层楼的宝塔 一个凉亭 一个小池塘和一座桥 这是我们萤幕上看到的这样 对 很中国风味的 可是我们以中国风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那砖瓦的地方都以鲜花取代 然后我们为了迎合今年 我们也在那个展示中 以不同机的造型跟道具来展示给公众看 除此之外 每天傍晚六点到九点 我们也首次在花囚的花展里 活放一段长达三分钟的那个全息影像 这个全息影像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惊喜 让公众跟大家一起过一个大飞年 是 这真的要到现场去感受一下了 那么今天谢谢两位嘉宾 谢谢 谢谢 好 今天的节目也就为您继续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诗城有缘》 那么《诗城有缘》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Outr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